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坏事 它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成长和反省自己的一步 但是在今天这个快挤奏的人生当中 我们要去提笔写日记 对于很多人来说会是一个困扰和麻烦的事情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可以借助科技 去用手机上的一个APP去提醒跟帮助我们写日记的话 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呢 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款APP就是My Diary 大家可以在Google Play Store和App Store当中找到 并且下载My Diary这款APP My Diary这款APP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你不需要登录任何的账号 就可以开始使用这款APP 在打开APP之后 你只需要点击屏幕下方的加符号 就可以开始编写你的日记啦 随后你可以选择当天你感受到的心情 并且开始书写你日记的标题和内容 在书写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使用下方的工具栏启动不同的功能 包括背景、插入图画、可爱的动画、表情符号等等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使用工具栏当中的功能 更改文字的字体和颜色 并且加入hashtag或者记录不同的清单哦 不过部分功能需要在你覆背后才能使用 所以在挑选时要注意 在写完日记后你可以使用右上方的保存按钮进行保存 系统也会为你写日记的习惯做出鼓励 包括送VIP才有的贴纸等等 相信能够让你更有动力去维持写日记的习惯 最后 其实日记最重要的就是保护我们的隐私 如果你担心别人会打开你的日记查看的话 你只需要点击主页上方的按钮 选择密码锁 就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为你的日记上锁了 以上就是对MyDairy这款APP的介绍啦 我相信呢只要能够好好的使用这款APP 一定能够培养好你写日记的好习惯 我们也会把下载的链接呢放在我们的资讯栏 所以有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到这个资讯栏这边找链接去下载哦 今天我们视频就到此为止啦 那最后呢我们也希望你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订阅 而且也不要忘记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使用的APP的存在哦 今天视频就到此为止 那最后的最后呢我们也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YouTube和Facebook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韩大新闻呢都会有不同的内容上载给你看哦 今天视频呢就到此为止感谢你的收看 有困难就找APP 想找APP就找APP打人 我们下期再见 sayonara